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他不行 而且那个塞幼啊 在戏里面演那个叫什么名啊 塞幼了 他就叫塞幼啊公开一个人吗 他在戏里面有很多角色啊 他叫塞幼 他做了人家女儿 他做了人家女儿就叫金满 等一下 他是不是有扮演两个角色是吗 没有 还是只是一个 只是因为他耍了一些心机 所以就变成讲 他其实从一个很穷的小女孩 变成了一个卖降员的大横的一个女儿 后来发现他是贸任的 后来才又不懂 耍了一些心机 嫁给一个将军 变成专员夫人 他不是做专员夫人 他是做专员的小老婆 然后又耍了一些手段 他突然就变成夫人了 所以意思讲 本来这一个 所谓的这一个妇人的这一个人 是另有其人 他是冒充啦 不是夫人 是那个大将员的女儿 是他的好朋友 是他的好闺蜜 然后他就是因为 可能他很羡慕 有钱人的生活 所以他就想尽办法 想要就是 不是加入 就是想要 闯进 好有钱人的生活 反正讲讲的话 就是为了一些荣华 富贵一些地位跟权利 他就背叛了 他的好闺蜜 他的好朋友 是一个非常 好紧的一个 要不得 而且我觉得 他演得太好了 所以我们就讲说 到底 我们今天要聊的东西就是 闺蜜跟你的好朋友 是值得完全100%信任的吗 我觉得那个闺蜜的定义在哪里 就是你觉得跟他关系很好 就是你的best friend 有best friend 有best brother 有best sister 这样子 我想讲的先啦 闺蜜这个也是可以套用在男跟男之间的 对不对 没有闺蜜是女生的 男生 就是好朋友啦 兄弟好兄弟 好闺蜜 这样子 你们其实自己本身有闺蜜的吗 你应该有吧 我有啊 可是我觉得闺蜜是会跟着时间变而换闺蜜 对对对 我赞同 因为不同的 可能你中学时期的闺蜜 你大学时期的闺蜜 你出来社会之后的闺蜜 因为大家的生活环境都不一样了 我觉得可能大家各自忙各自的 所以闺蜜是会随着时间变的 我觉得啦 我的话啦 OK OK 我们就讲兄弟嘛 对吗 不是闺蜜 你也可以讲 你是随随随随男闺蜜啊 OK 没有啦 我主要是兄弟 我的话呢 其实我以前小时候我很天真的觉得 这一个兄弟应该就可以到老到死 都是同一个人 对 但是我是 是我懂的那个人吗 不是啦 我的讲从我中学 好到你跟我讲过 但是过后我才发现到像刚刚金鱼讲的咯 他真的会随着 就是不是我想要就有的 可能我依然还没有变 但对方已经变了 他的思想 他的整个的接触的环境已经不一样了之后 不得不让我也要去开始转变了咯 OK 就真的是变成讲说 可能中学的那一时候有这一个 然后可能到大学又变成另外一个 but so far 我现在有一个是从大学到现在的咯 到现在 我的话 其实我的好朋友真的是从 应该有吧 我现在就从中学到现在我们都非常的好 羡慕 就从14岁的时候一直到现在 证明你没有变他也没有变 对 我没有进步吗 你笑我讲 不是 所谓的变是你的性格跟怎么讲 也可能是他的好朋友 就是那个包容度很大 就是 什么叫包容度很大 你跟我讲 好好我跟你讲 现在我想骂出口 那其实话说 你们自己本身有被你们的闺蜜 或者是你的好兄弟背叛的经验吗 就是可能一些大的小的也好 跟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这样 应该说我不是说被背叛 而是一种失望 我觉得会是失望的感觉 是你最近给我们讲的那个人吗 不要这样子讲啦 毕竟我们的节目 其实很多人听一下 等一下cut掉cut掉 Harrycut掉这段 没有因为要怎么讲 我觉得失望可能是你对他期望很高 自然你会失望 可是你回头看回去 你觉得自己很幼稚 发生在几时 就这几年咯 因为我是觉得环境的关系 就是可能我也想太多 所以可能我会downgrade 那个所谓对闺蜜的要求一点 这不是很可悲 因为突然间变成是downgrade的话 就本来能成为我们的兄弟 或者是闺蜜 比如说他有一定的qualification 你现在downgrade的意思 就是你在将就了 就是当我们两边都有伴侣的时候 你不能要求太多 而且各自的工作环境 像我加班 然后可能我加班 或者是可能我有额外的工作 就是说我也没有办法拿时间出来陪他 那他也可能熬夜熬到12点一两点 我也没有办法陪他 就是这种是互相的 所以你是有 你是不算被背叛过 只是因为人生的变化 我觉得是可能我们的生活环境的关系 所以你会觉得有一点伤心 为什么他会这样 为什么感觉就是 可能这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 因为他每次都跟我说 你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 所以这样他到底还是不是你的闺蜜呢 我觉得某些时候我们感觉还是 但是有些 感觉还是 就是你还是会掏心掏肺的跟他聊很多你心里面的想法跟你 你最近对生活的一些就是未来的憧憬啊 什么之类的 这是别人不知道的 但他知道 但是同时又因为 有时候你电话讲跟你当面讲又一点不一样的感觉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生活圈子已经不一样了 他参的朋友已经不一样了 你跟你的闺蜜大概会多久见一次 以前我们是一个礼拜见两三次 现在是两三个月见一次 而且我们住很靠近而已 所以我才会说 我为什么想要讲 我不觉得他是背叛的意思 而是当你对这个人有期望的时候 你自然就会有失望 所以说我所谓的downgrade 所谓的downgrade可能不是downgrade掉他的身份 而是对他的要求 像你们其实因为你们 可能你讲所谓的downgrade了嘛 像你的信任程度 比如说你们两三个才见一次 那你的信任程度会很减少吗 信任倒不会 因为他刚才都已经说 那些很私密的东西 他依然还是会想到 我还是会跟他说 因为他不会把我自己包出去 当然 只是说可能 好像我需要他的时候 他不在身边 那他需要我的时候 他也不会第一个时间想起我 你明白那种感受吗 就是你自然就会有失望的程度在里面 那其实我一直相信说 可能你的case还ok的 但是我相信建伟的case 哇那个背叛的故事应该 我想知道咧 我去TVB感养耶 其实我也是好奇 他突然转到他身上 我也是在想 我自己好像我也不懂 我有没有 你有没有背叛的经验吗 这个笑容就是说 好啦笼统的说 其实我觉得 我后来我自己总结就是 有一点像刚刚金鱼讲的 我觉得就是当你越重视 那段感情 对 你越重视那一段感情 你就会发现 可能你就会开始 对对方很多要求 对对对 然后当对方 没有没有 然后当对方 他达不到你的要求的时候 你就会把它视为是一种背叛 OK 不过当然我有很多case 也是真的是因为 有活生生的在我面前 发生过他就是背叛 因为我也觉得 那个人也有点笨 OK我直接讲 那个人就有点笨 他竟然去跑去跟一个 就是跟一个 OK他可能试图要分化 我们 我们对 我们一群朋友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个我不懂 反正我也没有想要去懂 OK 就是 他可能试图要分化 所以他可能就先 拉我身边的人来 讲一些东西 讲我的不是 没有想到他讲 我的这些不是 都不成立 都不成立 传到你耳朵 重点先不要讲传到 重点是都不成立 因为对方 他找的那些人 都会讲 不是啊 没有啊 他不是这样的人 对 而且他讲的这个例子 刚好也是对方跟我一起 在做这件事情 他就讲 没有啊 我是那个当事人 就是没有像你讲的 这样的情况 就可能他就 哎呀 传错了 对 有一点点这样的意思吧 OK 但是我想说的是 我这起来 我真的发现到 因为以前 我都被人家观赏 就是 给你做朋友很压力 那大家给的一个 一个point就是说 因为你对我们太好 你知道我以前 我不能理解 什么叫对人家太好 原来也是一个 因为人家想回报啊 对 没有 重点变成 他们会变成说 我没有办法回报 对对对 我没有 你对我这么好 好到这个地步 我会很压力 是因为 我觉得我自己 没有办法对你 但其实我没有 要你怎么样 但对方就有 无形的压力 就觉得 你这种好 会造成我一种 我真的不知所措 OK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可能他们 有时候无形中 就会做出一些举动 让我觉得你在背叛我了 小时候可能你会觉得说 小时候的背叛 会觉得是 你已经不把我放第一位了 OK 你有什么事情 有什么事情 你不是跟我讲的 那为什么 隔壁的那位同学 比我懂你的东西还要多 我就觉得这个是背叛 但是到了大一点点时候 我觉得 在大学的时候的背叛 可能是会觉得说 为什么你有事情 可能你是站在关心 或者是可能你是站在说 不想要让我去担心 还是怎么样 但我会把他觉得说 我有事情 我都什么都跟你讲 但是你有事情 你却不跟我说 OK 你却跑去跟别人分享 然后你根本没有 要跟我做到 所谓的有难同当 有福同享的这种东西 所以到了大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是一种背叛 但是到现在我完全 真的是我觉得 我肯开了 你也把要求到grade了 对 所以为什么我刚才 我才会说 我才会说 其实我个时候 好像有点sad 可是前提是 你把他当成好兄弟 他有把你当成好兄弟吗 这个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了 有时候怎样去确认 你懂得知道 我们只能靠 你们会谈心的吗 会懂的吗 彼此但彼此心中的地位 所以你那个 穿同一条底裤的 你们会有这样讲 我是你好兄弟 会啊 我们常常都在 都在讲 但是长大了之后 出来社会之后 是以开玩笑 还是真的是那种很认真的 很认真的 我们很认真的 我们免得到bro bro很恶心 不行 但是我们感觉就是 social吧 对啊 但是我们就是会在 中学时期 大学以前 就出来社会以前 我们大概都会讨论 只是出来社会之后 你因为 你懂了很多人情世故 你懂了很多那些 politic的东西 那些东西 你就会看得更加清楚 所以就更加确定讲说 他其实不用讲 你懂他是你的好朋友 就是透过一些举动啊 或者一些言语的部分啊 你就可以看到出其实你对他来讲是 很重要的一部分 最终 你跟他 你跟他会很常 就是联络 还是见面之类的吗 我们在大学以前联络的很长 那是因为出来社会之后 他在一间很大的公司工作 那常常都需要加班到可能 呃 半夜两三点 可能是两四十八小时都没有睡觉 Odit 他不是Odit 他就是做finance的 哦 所以就变成说我们 我们变成见面的时间很少 但是一见面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聊很多东西 因为我们的背景不一样 我们的人不一样 样子不一样 好继续 我比较帅 好像自己挂了自己 但是我们我们的 还是能够很 可以聊很久 一见面可以聊个几个小时 然后可以聊很久 其实是不够的 但是因为基于大哥 天要工作 所以就 所以从这个点 你看啊 我觉得我们刚刚一聊的时候 可能大家会有一个想法 就是所谓的闺蜜 或者是好兄弟 就是天天要腻在一起 OK 然后有事情 第一时间就会想好他 OK那种就所谓的 被称得上就是 好闺蜜 或者是好兄弟 但这个东西 我是到了我现在这个年纪啊 大了以后我发现到 原来不是说天天腻在一起 这种就叫好闺蜜 你知道以前我 我就是不能 我完全不能接受 就是 你讲久久不见 我觉得久久不见过 我们很难去update 对方的东西 然而然我们有的 共同话题就少了嘛 对不对 那可能我们见到面 就可能会尴尬 但是我朋友 那个时候就跟我讲一句话 讲 其实真正的好朋友 他是 你就算很久没有见 但是我们的感觉 都在那边的 但是当你一有事情 我们双方有事情的时候 我们一见 那个火花就马上来 我以前不能体验的 火花 真的真的 因为你天天想要跟他见面嘛 对 因为以前就觉得 听到腻在一起啊 这样我们才可以 有聊不完的话题啊 然后我因为 甚至好像比如说 约我出来吃饭哦 两个大男人坐在那边 金金 我会想 好 金金这样 我不如跟我一个人吃饭 有什么 你跟你打好兄弟啊 对啊 没有有一句话是这样的 就算吃饭不讲话 也有感觉 还很舒服 对对对 那就是好朋友 可是一句话都不讲 也太夸张吧 对因为他说 他说其实就是 有一种感觉就是 我知道你在 对 我知道你在 我心里面就很舒服 对对对 我以前完全会讲 浪费时间 我不能跟我自己一个人 在家吃饭 看追剧不是更好 但是我大了过 我真的发现了 因为我现在跟我 这一个所谓的好兄弟 我不是讲 我大学过的那一个 真的是 反正现在是我 没有再去主动找他 因为以前我就是那种 我很怕我一失去联络 我们就可能 没有共同话题 反正现在是我忙到 我真的完全 完全常年没有找他 但是我们的感觉 都还在那边 但其实你的 所谓的好兄弟 有做过一些小小 可能小动作 让你觉得背叛 你的一些举动吗 一点点 背叛啊 他这个人 倒还好 我觉得 所以你给他的信任 是100%的啦 我给他的信任 因为他是一个 很随和的人 讲到白一点 就很随便的一个人 所以他真的是 要求非常非常的低 反正是我对他的 要求很高 所以有时候 可能我会觉得 以前我会觉得 这么我会这样做 然后你不会这样做 但现在我都会觉得 无所谓咯 就我真的是完全就是 不过当你 你是会很放心的 跟他聊一些事情 因为你知道他 他是不会讲出去 然后他也会很成熟的 跟你分析很多东西 就这样咯 那你家俊呢 我好像没有听到你 有没有跟我讲 你跟你兄弟之间 有什么隔阂啊 对啊 是吵架 你们有试过 有试过撕破底库啊 对啊 或者是突然间 撕破底库 因为你穿过的底库 我不要穿了 对 我们从此以后 不穿底库 因为你要讲的话 其实我自己本身 最好的一 gang朋友 就是我中学的那一 gang朋友 我们到现在 其实都还很好 就大家的一些重要的事情 大家都会参与 但是因为 还是那句嘛 人嘛 就是你一 gang朋友里面 听有一个比较好的嘛 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一个 那其实你讲说 很大件事的背叛 我觉得倒没有 但是可能一些小小的东西 让我那个时候 我觉得我是被背叛的 我不开心的 就是这个人 就是你这个人 我觉得不开心的 因为我觉得 我跟你讲的东西 就是因为信任你 但是他在不小心的情况底下 讲得出去 我会把它视为一种背叛 因为这个是 这个稳常做耶 稳常帝西大军做这件事情 对啊 是我感觉被背叛的 原来你们两个 你们是好兄弟嘛 我们底库已经撕破了 没个洞 没个洞 喂 不要黄标啊 OK 就是在我当兵的时候 那时候 我大概18岁当兵的时候 因为当兵 因为过了很久 我才好意思讲出来 我觉得很不好意思 因为当兵的时候 我是一个不喜欢 被关在一个地方很久的人 因为我觉得他没有自由 我是一个爱自由的人 然后就变成说 那天我从我第一天当兵进去 到我出来那一天 我都在哭耶 是哦 所以这就是 好惨 所以这就是你 他跟人家不小心 对 后来我就 后来因为这次很丢了 每个18岁的大人 说你哭什么屁 这样子 然后我就有 我去看他说 我哭了很久 我就很难过 之类的东西 然后我就说 这次不要跟人家讲 因为很丢脸 只是我家人知道 我也没有到时候去宣传 连我HomePod的那一 gang 好兄弟 我也没有去讲 结果他就 这样跑去跟他父母讲 然后我觉得我很丢脸 哦 可是这是他父母 是咯是咯 不能啊 他不是跟你朋友讲 因为他父母 一定不会跟他 一定不会跟全世界人讲 我跟你讲谁的儿子 是一种 三姑老婆 三姑老婆 姨妈姑在很多的地方 所以最后 大家都知道你哭过吗 我不懂 到底有谁去讲 但是我觉得 没有 姑女就知道 他跟他的妈妈讲 他的妈妈还讲你啊 因为他跟我讲吧 哦 其实他很坦白啊 对啊 对啊 但是就是变成 你会觉得 有点被 那啦 这个又产生另外一个问题 其实有时候 我也是很很好奇 这个问题啊 你看啊 因为我当你是闺蜜嘛 我有东西跟你讲 但是如果你跟你 最亲密的人讲的话 比如说 你的好闺蜜 跟你分享一些事情 你跟你的老公聊 你会把这个举动 视为是背叛他吗 我会 我不会 哦 因为你要知道的是 比如说 我跟你是伴侣 你可以跟鲸鱼的 我跟你是伴侣 我怕老公杀死我 我老公暂时知道你是假的 不用紧 比如说我跟鲸鱼是伴侣 但是你跟他是好朋友 那他跟我讲了 因为我自己本身 我也是有我的好朋友 OK 就会 穿穿穿 我觉得就 对 他的point是在于 你看好朋友不可以 但是如果真是最至亲 比如说我跟我妈妈讲 妈我跟你讲 那个谢家军 就算我朋友跟我讲东西 我不会跟我父母讲 我不会跟我穷弟姐妹讲 OK 我要转过来问你 所以你可以哦 我可以啊 所以如果你跟他讲东西 他跑去跟他的另一半讲 你可以接受 除非我前提跟他讲 你不要跟他讲 要不然我都OK 所以如果他也是跟你 你不要跟他讲 你就不会跟 我就不会讲 这样就一样啊 一样啊 但是因为你前提 会跟你朋友讲 你不要讲出去啊 我会 我一定会讲的 如果我觉得他对我讲 影响很重的东西 他是一个秘密的话 我都会跟他讲 就连他的另一半 我觉得你不要讲比较好 因为我们的家乡真的很小 如果我不认识他的伴侣 你跟他讲我OK 只要我不知道 只要我没有传到我耳朵 我当做什么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信任 如果他像刚刚家俊 他跟你承认呢 他说 我跟我的另一半讲 你那天跟我讲这些东西 我会生气一点点 一点点 就是怎么讲 就是会 做不你这样子的 反正他已经知道了 如果是过了很久 不过之后你们两个 你看有这样的经验过后 你们还会再相信 他把东西跟他讲吗 还是觉得 我要看那件事情 有多大 如果他一直在重翻 是蓄意的在重翻的话 我就不能 但是像比如说 我跟你讲 我有算过的 基本上 因为我是一个天蝎座 是一个非常典型 记仇的天蝎座 所以在我们 他把我们做的事情 全部记录下来了 他有个 我的不止的 看事情 没有 我就真的是忘记不了 不是记仇 就是忘记不了 就是从我14岁开始 到现在应该过了16年 16年当中 我就算到 不是算过 是大概记得 他大概不小心 就是报了我的料 大概4次左右 你要讲 没有 你的人事好累哦 但是 但是这四样东西 我不确定 他大概 以前记得 他已经不记得 有什么东西了 但是我记得的是 他这四样东西的东西 都不大 所以变成说 他不足以让我不再相信他 但是我看 他也 我也懂 他是不小心的 但后来 很长的一段时间 他也 没有开始在报我的料 所以觉得 OK了 这个东西 好怕哦 真的 不懂 我部纸里面 人家是填满两页吧 可是真的 我真的不是特地要去记得 就真的是忘记不了 因为我以前 我的想法是 我会觉得说 比如说像你 像你另外一半 我就会想 反正你跟你另外一半讲 等于就是 跟他讲 也是等于 他不会泄露出去 所以我是可以接受的我 因为只要他 只要我跟 可以接受什么 就是可以接受人家 这样就是 我先跟你讲 然后你跑去跟你另外一半讲 因为我相信 你的另外一半 不不 应该这样讲 因为你 一定相信 你的另外一半 就是那个 我跟你讲过 他不会外传的嘛 所以到这边 就已经stop了嘛 所以 某个程度 我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我自己 也会是这样 就如果以后 我有另外一半 你们跟我讲什么东西 我也会跑去 跟我另外一半讲 因为我只要到那边 就已经stop了 是啊 同时是因为 你也相信 他的另外一半 对 因为可能 他的另外一半的朋友圈里面 没有你的朋友 就算有 我也觉得 好像可以接受了 反正还是那句 因为我完全相信 这个人 是已经是最后一道了 他不会再传出去 所以我是可以接受 我不会把它视为 是一种背叛啦 这是我的 反正其实我觉得 你觉得 好闺蜜或者是好兄弟 怎么定义呢 是你自己看啦 真的 就你自己心不信任 或者是你们之间的关系 只有你们两个才知道 所以就看你们自己 怎么去看 但是呢 其实根据一项的 研究显示 其实 在闺蜜的部分 或者是好兄弟的部分 常常见面的话 是有好处的 对 它会起到了一点作用 对不对 其实也没有 看起来也没有很大啦 起码是有好处啦 我们就进入 你知道吗 大家看看吧 好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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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 我是金鱼 我是建伟 我是家具 刚才 大家都在那边 怀疑这个东西是不是 对 因为我有什么好处 跟我好兄弟 已经好了16年 都没有什么 感觉什么好处 没有 因为它这边 有一个基本的东西 就是这研究是讲说 你一个星期 要跟你的闺蜜 闺蜜 闺蜜 要跟你的闺蜜 见两次以上 你有做到啊 你有做到 现在是两三个店 对不起 现在我觉得我的闺蜜 是我老公 ok ok 就是说你一个星期 如果跟你闺蜜 见两次面以上的话 他其实对你的身心健康 是非常好的 那心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了 因为你跟他分享了之后 你的心里就很舒服了 所以从心理上面来讲的话 一定是这样子 难怪家俊最近越来越老 什么 超老 我以为你要骂出口 我要讲你 因为他很久没有见到他的 对 他讲他们酒 酒 对 酒酒见一次嘛 对 然后他就是说 而且这样子的话呢 你每一个星期 跟你闺蜜 闺蜜 闺蜜 ok 这个闺蜜 不管是你喝酒啊 聊天 还是聊八卦 说人家就是很开心 对 是很开心 所以自然你的情绪 所以那个什么鸡 什么氨鸡 什么氛 什么就会被激发出 什么氨鸡饼酸 哇 你还发现 哇 分氨鸡饼酸 你走进来 什么读都得输的啦 所以他就想说 这样可以提高你的免疫力 哦 其实就是这样简单而已 他的研究就是这么简单 他没有 我以为有什么 是咯 明明长片子 原来 就两个重点 因为你跟你的好朋友 聊心事的时候 你是把不满意的情绪 说出来 选泄出来 就好像大家讲说 如果你不开心 你要把他讲出来的 就是有一个管道 让你去抒发咯 对对对 学道学就是这样而已 是 而且为什么 我觉得可能 为什么是一定要闺蜜 因为只有闺蜜 你才可以赤裸裸的 把你想要讲 你讲出来 如果你只是普通朋友 肯定你越须虑 对你越 这个又好像不能讲 我好像跟他讲 他好像会觉得 反而弄到我们 更加的那个身体 更加的瘦创 因为一直要 一直转来转去 这个不能讲 不要讲了 影响心情 我觉得现代的闺蜜 好像跟我们 这个时代的闺蜜 有一点不一样 就是如果是我们 我们可能是 从小到大的一个朋友 或是他曾经 跟我们经历过 风风雨雨的朋友 而现在你看到 社交媒体上面的闺蜜 他已经不是像我们 那个时代那种 我们真的是用心去谈的 很多的闺蜜背叛他的 好像背叛可能是 抢老公啊 抢老公 我觉得很多很多的背叛 其实都是出自于 出自于感情 我觉得就是可能 你不是太真心的 对你这个朋友 要不然就不会这样 我在想 闺蜜跟兄弟 他们一个致命伤啊 就是最脆弱的点 就是当遇到爱人 或者像遇到爱情的时候 好像很容易 可以让他们反目成仇 是的 之类这样 是的 很可悲 可能有关系 没有关系 反正透过这个 我现在准备了一个心理测验 就看一下你们到底 会被背叛的程度 到底是有多大 这样我们就期待一下 所以如果 你真的会被背叛的话 你记得小心点啦 泛气功心 泛气功心 你好 我是嘉俊 我是金鱼 我是建伟 OK 真的我的事情 现在非常简单 听好了哈 如果你跟你们的好朋友 在一座很陌生的城市 走散了 而且手机不在身边 你会怎么办 跟朋友走散 手机不在身边 对 只有四个选项 第一个 就算是漫无目的 你也是会去找他 直到找到为止 第二个就是 找到附近的电话亭 然后想办法联络他 第三个就是 你站在原地 等他来找你 第四个就是 你不知道怎么样 去找他也是 原地也是 然后就是 你会怕等一下错过了 就是等下来到这边 你又不在了 OK 只有四个选项 你们选哪一个 我选三 站在原地 我很多有试过 你现在这个阶段 不要想这样 不要理性 OK 就是我们有电话在身上 对不对 对 你又在走散了 你跟他走散了 我的方式 一定会想尽办法去找回他 就是A 可是这个前提 是不是你朋友电话 也要带在身上 他应该是有吧 如果这样情况 没有重点是我没有电话 因为第二个选项 是想去打电话 但是我第一个就是 我try my best 因为我真的试过 这个真的是 亲身经验来的 因为那时候 我也是在原地 等了很久 我就想 这么这个人 然后我就会 可能走几步 再看一下 走几步 就是延续回他 原本的路线 然后会停停停停停 但是我就是一直 想尽办法去找到 因为那时候 也没有电话 听什么也没有 我身上真的什么也没有 就真的是靠所谓的 这样找咯 所以我就选A咯 所以你找到啊 过后 你就是回到原地 才找到他 对没有 过后变成 我已经走了很远 看看没有 快点又再跑回去 原地再等咯 至少我会先做这个 就是所以我为什么 跟你讲 你跟我一样 所以为什么 我再跟你讲 我会有几个option的 我也是做过这个东西 所以我为什么 到最后选原地 因为我知道 原来回到原地 可以见到他 但是其实我的本来 我的 expectation是 我在我走回你 同样的路线的时候 我马上就可以看到你了 这个是我我的原意 所以为什么 我都会go for 那个 所以你是A啦 我是A 我基本上也是A 因为我跟他的方式 是一样的 我会 我会在那个 以那个原地 为中心点 对 在附近路线的时候 还不就还不可以 对对对 还去原点 对对对 OK 好了 我们来看结果了哈 选A的话呢 A非常好啊 你的被背叛的指数 是5%罢了 被背叛啊 背背叛 就是你被背叛的几率是很低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很直信 你很敢坐敢冲 所以呢 在爱情 或者是在友情上面 你也是很敢爱敢恨的 所以当你 投入一段友情当中的时候 你会发现 对方不在你的掌握当中的时候 就算对方真的是 当你是很好的朋友 你也是不会再回头好的 这个准耶 是啊 这个准 对我来讲不是耶 这个是现在的我 没有 这个是现在的我 以前的我不会 我就不然不然 死命不然不可以 现在我就是这样咯 就是你不在我的掌控里面 就bye 对我来讲 可能不太准 OK 第二个也就是 你到附近的电话亭 去联络她的话 你被背叛的指数 是百分之三十 因为你所追求的感情 就好像你追求权力一样 是很高的 权力啊 就算是很高 好像追求权力这样子 是很高的 你不可以被侵犯的 你希望你的好朋友 是在你的掌控之内 当然你也是会去 尽全力的去要求啦 希望对方成功啦 但如果你能 就是像建议这样 就是你可以多关心 你的朋友的话呢 不要给地方太多压力的话呢 其实你被背叛的几率是不高的 因为如果你给我再选第二个选择 我会选她 是因为我记得我老公的电话号码 那我老公电话号码有我闺蜜的号码 因为现在的人都不大记得电话号码嘛 对也对 对也对真的真的真的 那如果你是第三个像金鱼这样 你是站在原地 等她回来的话呢 感觉背叛程度会很高 超过50% 超过50% 所以你的背叛的指数是60% OK 因为你有很强的欲望 对待你的友情呢 也是很小心的 所以你就希望说 可以得到对方的呵护啦 但是一方面你又再 会去揣测 对方这样做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他会这样对我 之类之类这样的东西 所以往往你就会有一些疑心病 让你的好朋友是有点辛苦的 所以就是不间接 就是直接会造成 你们两个会不好咯 感觉就好像是 你自己拿来的感觉 对不对 因为隐形中嘛 可是我不是耶 因为我的顾虑是 我这样子对他好吗 反正是我 反正是我这样子对他 会不会给他压力 可能想太多 会让他觉得很压力吧 因为好像 如果是现在这样的情况 就是我会想 因为他已经跟我讲了 他不需要人家控制他 所以我有时候 你作为好的朋友 有些事情 你就是看不过眼 对 你很想讲多那两三句 是不是 我是当久了 他不理我了 我就放这了 所以你是一个 控制欲望很强的人 呃 不算控制欲望 而是 有时候我是想要他好 我会多讲几句咯 但是我觉得 我就怕我讲多几句 你会觉得我很烦力 是 那时候我就不讲了 所以我就会变成放纵 OK 那如果你是选择最后一个 就想说你不懂 你要做什么的话 你的被背叛的指数 是95% 这是最高的 什么都不做 什么都不懂你要做什么 你不懂去找他好 还是要什么什么都 你不懂要做什么 你的被背叛的指数是95% 为什么呢 因为你很感性啦 然后通常你在 呃 谈论友情的时候 你很想要配合对方 然后你会突然间 就这样失去了自己 然后显得你很没有原则性 因为你这样被动 所以人家背叛你 也是一个医疗之内的事情 是因为你没有付出嘛 而且而且因为你就一直只是 活在人家的 expectation里面 活在别的影子下面 对对对对对 反正都是供参考而已啦 然后有准有不准啦 有准的话你就share一下咯 不准的话其实也不用怎样的 因为玩玩而已嘛 对啦玩玩而已嘛 不准的话你可以 你可以做别的选择的 对啊对啊对啊 就是在这种时候你觉得 诶其实是我来的 对啊对啊对啊 或者是你也可以 有很多东西可以再选的 哈哈哈哈 不然你就试一下看 你要测一下你心里面 到底什么样的东西的哦 有没有背背叛这个感觉的话 你们看下静伟那个 为选嘞那个怎样咯 哈哈哈哈 我现在很期待 还让我们选什么 对咯 这个东西 两难两难的情况 马上进入 静伟的单元 怎么办呢 这个好吗 这个不好 哎呦怎么办呢 够力了够力了 不懂不懂 怎样选怎么办 怎么办 为选嘞 为选嘞 今天也不一样了 上次 你好我是佳俊 我是静余 你不觉得每次进入我这个单元 大家都要笑一轮的吗 证明我这个单元很成功啊 你好我是静伟 所以你要给我们选什么 好 今天很简单 也是一样咯 就是两个东西选 然后故意你选了其中一个 过去一直比比比 比着下去了 好 今天呢 要选的就是 你比较不能接受你的闺蜜 或者是你的好朋友的 的哪一些举动 嗯 OK 第一个就是 不把你放在第一位 还是跟你爱上同一个人 爱上同一个人 爱上同一个人 好 爱上同一个人 好 接下来 你不能接受你的好朋友 一律长好朋友 跟你爱上同一个人 还是他是gay或者是less 懂一次 爱上同一个人 就是你不能接受 你的好朋友 跟你爱上同一个人 还是你不能接受 他是gay或者是less 爱上同一个人 OK 这样你不能接受 也是一样该那个选择 还是你不能接受 他的占有欲很重 我55克 我就是要跟你腻在一起 我要找你 你on call 一定要on call 24hours 48hours Oh my god 爱上同一个人 OK 爱上同一个人 OK 好 下一个就是 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没有难度 OK 就是跟自己身边的朋友 超好 好过你 好过他跟你的感情 爱上同一个人 我不介意 我觉得他这样很融入他们 我都OK OK 可以啊 大家可以一起玩的嘛 第二个 对啊 所以爱上同一个人可以接受 但是你不能接受 如果 因为刚好思考了一下 如果是爱上同一个人的话 我还可以选择 可能推出 这样如果说 你看啊 如果说 就是你不能接受 他跟你身边的好朋友 比你的关系还会来得好 对 不能 OK OK 好好 下一个啊 OK 也是你们本来的选择 跟 你的 好朋友 跟你自己的伴侣 特别要好 就讲说 OK 金鱼 就是 你可以 你不能接受他 跟你爱上同一个人 还是不能接受 他跟你的伴侣 特别 跟你的伴侣 超要好的 感情 我觉得 爱上同一个人我还是不能接受 还是不能接受 因为可能你爱上同一个人之后 那个关系是怎样 我觉得这个有点问题 OK 因为如果可是他跟我老公很好 我的闺蜜的确跟我老公很好 OK OK 你的话呢 因为很多时候可能拿你不好 那个吃醋 点绝跑出来 我会 我会选择 跟我身边的朋友 好过跟我 OK 就是你还是觉得 那个是你不能接受 跟你的伴侣 特别要好 你OK 因为就是OK 就是好朋友才会这样 大大就会融入在一起 这还不错 也是让你们手上的选择 OK 跟 闺蜜有事隐瞒你 闺蜜有事隐瞒我 对 不能接受哪一个 他隐瞒的东西是什么我 都有 大大小小 隐瞒我 不能接受隐瞒你 爱上同一个人 哇 你观测到 他还是爱上你 因为你要知道 他不跟我讲一定 他也有 OK 因为的确真的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OK 下一个就是 他总是什么都无所谓 就是像刚刚讲的 可能没有组件 就是随便 难过 这个我都OK 爱上同一个人 爱上同一个人 好 最后来了 爱上同一个人好难 你不要跟我讲 又是跟我有关系 没有没有没有 还要问 我跟家俊女选哪一个 做你的闺蜜 没有啦 这下我怕 这一种 上次做了两次 我现在怕 这一种 然后可能将烂的 好 终极的了 就是 你现在手上的 这个选择 跟背叛你 背叛我的定义是 任何 背叛 我不能接受背叛 我觉得爱上同一个人 你是背叛了 爱上不算啊 不算啊 对啊 我们可以公平竞争啊 比如说我们两个都爱上你 这样我们都懂 我觉得我们讲出来 我跟你 这样我们公平 爱上同一个人的道理 可能是 你先爱上他 还是他先爱上 你先爱上那个人 还是他先爱上那个人 我没有设这个 很远啊 反正就是 因为我会觉得爱上同一个人的情况到最后是你们可能会出轨 如果是讲说 如果是讲说他喜欢你 但是我暗地里追你 这个才叫背叛 对对对 这样背叛哦 背叛 所以其实呢 总结来讲 我就想跟大家说的是 不管任何的感情都好 友情爱情情情都好 都是离不开 大家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背叛这个东西啦 所以最后其实你有什么东西要跟你的好兄弟讲吗 好兄弟啊 他还是你好兄弟嘛 等一下你讲这哪一个对不起 就你的好兄弟就随便你现在的好兄弟就那个我所谓的从大学到现在的啦 其实我这个好朋友我每年都 这好朋友来自东马 我每年都会飞去东马去找他的 对 今年呢我们将会在五月吧 我会在五月的时候再回去找他了 所以到时间咯 感慨一点 你突然说我也不好讲 你突然说我讲我也不好讲 所以百分之一百的信任度 你会给他的信任度是多少% 嗯 嗯 我跟他的那个感情已经超越了 可以用percentage来 万方 你呢 我 90吧 90 那你有什么东西要跟你的闺蜜说一下 不要这样做工啦 就不要这样操劳 不要这样操劳啦 顾一下你自己啦 嗯 好啦所以大家 那你呢 都有记得闺蜜嘛对不对 所以大家就希望 你呢 那个底裤呢 撕破了连回去了的那个 你故就一起穿啦 什么屁股 反正就是大家都有记得好朋友跟好闺蜜嘛 所以希望说大家的 就是不要为了一些小小什么一些小灰小利 就做出一些不好的事情 因为信任是其实真的是很难得到的 我觉得说网上看到一件事情是很对的 看说信任就像一张白纸 嗯 当你把它就是弄弄得很皱的时候 你要把它烫平其实已经没有办法了 是 所以我觉得 信任这个东西 好朋友的跟闺蜜这个事情 它是一个呃 很难得到的东西 因为他可能世界上这样多人 你只有跟这个特别好 为什么他一定有他的理由 肯定是你们的一些兴趣啊 就是一些个性很相像 大家才会有可能继续当好朋友 所以不要轻易的就把它弄坏掉 这样子 我的人生中其实只有一个闺蜜 我从小到大都是一 gang一 gang的人来的 那一 gang一 gang里面 我都没有办法跟任何人可以key 对到很对的key 所以这次可以遇到这个朋友 我当然也不想放弃大家 That's why我的要求很高 所以为什么到最后我选择downgrade的原因 是因为我觉得 呃 这么多年 31年里面 嗯 只有他很懂我 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一种习惯啊 就有一点像是 好像怎么说呢 应该这样讲 当你们好到一个点的时候 你已经变成可以包容他的 对对对 优点跟缺点 对对对 与其说是你downgrade 不如说你已经可以 妥协 对 应该是妥协 我们之间现在的关系 对他就跟情侣 对他跟情侣一样的 就哎呀你明明觉得 呀这个人的这个pattern这么这样的 之后你还是可以接受他 这样的意思咯 嗯 好了好了好了 超时了超时了 大家有什么意见 去我们的Facebook讲报吧 我们的Facebook 或者是给带你的闺蜜啦 带你的闺蜜 现在这集出去就对了啦 我们的Facebook就是Facebook.comslashAgreeOrNot003 所以我们真的眼中超时了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